我的名字叫李宇宣 我在广州长大 然后在中山大学度过了我的青春的十年 然后在那里也取得了我的博士学位 然后在2014年 我来到了德国科隆 从事我最喜欢的衰老研究工作 我在马克思普朗克衰老生物学研究 进行我的博士后研究 对于我来说 不是我选择了这个研究所 而是这个研究所选择了我 然后在我看来 这个研究所是欧洲最顶尖的衰老研究中心 既然我在这个研究所工作 我当然是做研究衰老的生物机制 然后我具体的方向 就是在寻找已知药物的新的抗衰老 特异性把镖 例如在我刚刚好完成的一个研究中发现 在模式生物 例如果蝇和小鼠里面 我们发现了抗衰老药物 雷帕霉素的一些时空 还有性别差异的特异性 这些有意思的发现 令可以让我们在未来 开发一些更有用的 把向性抗衰老药物 在我个人看来的话 德国的高度科研国际化环境 是最具有吸引力的 例如在马克斯普朗克衰老生物学研究所 我有幸可以与 来自三十多个不同的 国家的科研演员共同工作 然后这种高度的 国际化科研环境 是最有希望 和最有能力激发 大家的科研创新性 还有新的思维方式 这个要加大力度促进 中德双方科研人员的交流与流动 就是除了我们继续保持 已有的一些高层次的 官方的两地科研合作渠道之外 我们下一步也要促进一些 由基层科研人员主导的 一些科研合作项目 开展适当的 跨文化交流跟对话 让我们互相站在对方的 角度上面看待问题 我觉得这样会有 与我们互相理解 跟着合作